美国疫情之所以这样加速度的发展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我个人认为是与美国在11月3号大选以后 这个权力交接出现混乱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看这54天恰恰是美国大选结束后的这两个月期间 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个月期间 美国当选的总统拜登和现任的总统特朗普 这个交接出现了一种断崖式的这样一种状态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一个按章按计划来进行 很多部门包括像美国的国防部交接和拜登的这个团队发生了争执 而且特朗普总统到目前为止他也不认输 共和党内部分歧也很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美国的权力机构主要是聚焦于大选以后 如何进行权力过渡这样一件事情 而这个混乱状况使得美国政府国会很难集中精力 来考虑如何遏制疫情的发展 所以就使得美国的疫情在这两个月中 出现了这种加速度发展的状况 那么美国的这种政治上的混乱 给美国百姓的生命安全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